国家公园局将119只小戴帽海龟放归大海 并且把心里批的龟卵从东海岸转移到姐妹岛上的海洋生态园 以保护这个宾威物种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在Facebook上 发布了将可爱的小戴帽海龟放归大海的视频 李志生说我国科研人员已经收集了这些小海龟的生命体征数据 以加强我国未来的海龟保育研究 当局也将新的一批海龟龟卵从东海岸移到了姐妹岛的海洋生态园 这里的海龟孵化场设有没有光害和来来往往的交通 并且远离海龟的天敌 安全优质的环境相信可以进一步提高带帽龟的存活率